虽然在2015赛季以26例进球拿到中甲射手王 但是受伤并影响 本赛季何泰军仅仅贡献了三例进球 送出四次助攻 然而联赛结束后 全北现代的中锋金信玉则与延边传出了绯闻 也有何泰军将被替换的消息传出 不过最新消息 延边球迷喜爱的和神将继续流队 而在尼古拉确定离队之后 延边队的外援中后卫的人选也颇为引人关注 主教练朴泰夏亲口透露 匈牙利国脚理查德·古兹米奇已经确定加盟球队 这名代表匈牙利国家队征战了今年欧洲杯的主力中尉 将在新赛季披上延边队的战袍 匈牙利国脚中尉确定加盟阎族 新赛季沿边队将围绕古兹米奇打造防线